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如果这不管是网红直播带货 还是品牌方的直播带货之中 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直播间的美颜滤镜了 毕竟在如今这个年代 不开美颜滤镜网上都算不上美女 因此滤镜也逐渐成了各大直播间 最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 只不过有的时候滤镜好像会挑人呢 当肖战代言的白事可乐在直播时 主播小姐姐在前面费劲口舌的 给大家讲解着活动 后面竖着肖战的一幅海报 整个直播间也因为这是肖战的代言 而人气爆棚 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主播小姐姐脸上的滤镜没了 整个人特别的真实 可这滤镜却跑到了后面的肖战的海报上了 于是好好的一个大帅哥 却因为这过度美颜而被弄得唇红齿白 韦石是过于妖艳 实际上肖战的容貌一直是很抗塔 不管是他参演的电视剧 还是直接参加的综艺 或者是参加活动的现场直播 大家都能够看到肖战无美颜 无滤镜的模样 陈情令第一集中 为无限坠崖的片段就是无滤镜 一开始肖战还被吐槽 脸上因为汗太多而浮粉呢 这也就说明了肖战的存在 可以脱离这滤镜 自2015年出道 肖战可以说是在所有观众眼前成长起来的 但他还是个小糊糊时 粉丝们会去现场看他 没有丝毫的压力 肖战在机场候机时 粉丝们会跟他一起聊天 在现场面对面的夸肖战长得帅 要知道 那时候的肖战经常是素颜出镜 毕竟明不见经传时 自己赶通告都已经够累的了 谁还有心思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呢 陈情令播出大火之后 制作方也放了很多的花絮片段 因为肖战是遗憾体质 在花絮中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片段 肖战都是素颜出镜的 因为庄已经被他的汗给冲没了 2018年 小透明的肖战 演出了在2019年爆火的魏武县 造就了一直红到如今的肖战 都说红气养人 如今的肖战的容貌 那是比之前更胜一筹 很难想象 该用怎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肖战 只是当肖战罕见晒出自己的泳池施发大片时 不仅是国内的热搜 多国热搜同时上线 全球的粉丝都在惊叹于肖战的容貌 参加一次次活动时 肖战的战姐们为了抢战先机 往往会率先发出肖战的无修生图 到活动结束 自己有时间再进行精修 而这群战姐不怕被其他粉丝骂 又不怕替自己挣住赶粉的底气 就是因为肖战的容貌 足以用生图的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啊 在肖战面前 过多的美颜只会破坏肖战的美 反而简简单单 不加过多修饰的装造 才是最适合他的 当直播间中的美颜滤镜 如果调得过大 放在其他的人的身上还好 如果放在肖战的身上 那就是真的很奇怪了 只不过也不知道 是直播间滤镜对肖战偏爱还是怎么样 怎么就转移到肖战的海报上了呢 作为娱乐圈的顶流 肖战也经历了一些低苦 让他明白了 在成长的道路上 始终要不忘初心 砥砺 前行 才能始终被观众喜欢和认可 往事对肖战的打击虽然很致命 对肖战来说 未尝不是心灵上的洗礼 让肖战更加成熟和稳重 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坚定和踏实 都说阳光总在风雨后 现在的肖战破茧重生 粉丝对他的支持和认可 也重新登上了一个台阶 这对肖战来说 是跌倒后爬起来最大的收获 毕竟在娱乐圈发展 由粉丝支持和喜欢 才能走得更远 收获更大的成功 从肖战的社交平台 就可以看出 他在娱乐圈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几乎每一条动态 都会有上百万的转发和评论 甚至有时点赞量 还会突破上千万 这在娱乐圈 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或许有人会说 这些都是假把式 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不管这些数据是银样落枪头 还是说中看不中用 这些说法都有些浅薄 除了华丽的数据之外 更深层次的含义还在于 它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作品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起到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宣传能力 这个能力对于影视作品来说 尤为重要 大家都不知道 何谈收视率和票房 就拿电影引入陈烟来说 如果有更好的宣传 恐怕在票房上 会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对这种题材的电影来说 会激发出更大的潜力 让更多人认识到 什么才是好电影 其次 肖战的个人实力 虽然有所欠缺 但在年轻演员中 肖战至少排在中等片上的位置 经过这些年在娱乐圈的摸爬滚塔 为观众贡献了不少的作品 演绎也有所提升 即便在很多人看来 肖战走的是偶像派路线 但长相是天生的 是老天爷赏饭吃 长得好看 很容易被忽视掉其他闪光田 甚至还会被缺少阳刚之气 小李子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遭遇 陪跑22年奥斯卡 在半丑的情况下 才获得小金人 没有人会说小李子演技不好 但是提到他 首先会想到的是 有一个帅气英俊的脸庞 还有那风流倜傥的情感史 至于演技 早就被观众抛到了九霄云外 说回到肖战 由他和任敏领先主演的玉谷瑶 定档播出的时间迟迟无法确定 但玉谷瑶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热度 几乎没有掉下过热搜 从网友的期待来看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肖战 肖战几乎扛起了玉谷瑶的所有 没有肖战的话 玉谷瑶可能已经消失在观众的视线里了 翻不起什么浪花 不过一个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玉谷瑶定档播出才是关键因素 这样两者互相婚姻 才能起到更大的效果 如果玉谷瑶一直这样消耗着观众的热情 会慢慢地降低观众的期待值 颇让人担心肖战是否可以支撑到 玉谷瑶播出的那天 还像之前为玉谷瑶带来无尽的热度和话题 物极必反的道理 每个人都懂 9月3日 俄家就公布了9月份的巨单 但是让人有些失望的是 这次居然没有玉谷瑶 玉谷瑶可谓是俄家的王牌杰作 预约人数达到了300多万 如果9月份能播的话 那必然会展示出来的 不可能默默无为 所以很大概率 玉谷瑶在9月份都不会播 这还真的是让人有些失落 此前又说暑期档开播 现在暑期档都过去了还没播 又说9月开播 现在9月片单也没有 真的不知道这部剧还要等多久 才能与观众们见面 不过粉丝们也不必灰心 好饭不怕晚 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美好的预见 播得越迟说明这部剧后期处理得越完美 我们静静地等待就好了 说来肖战或许也即将要进组了 此前就一直传出9月中旬 他要进组和百百合搭档交扬伴我的消息 现在到9月了 那就祝贺肖战将来能进组顺利 完成又一部优秀作品 不管怎样都期待玉谷瑶的播出了 兜兜转转 希望大家的等待是值得的 也希望肖战的石影大神观 可以给观众带来惊喜吧